不必歇歇 严刺回殿 东北野战军必须坚确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令令修士命令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如果中国不参加抗美援朝 而是一举收复台湾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结果超乎你的想象 历史上还真就发生过这种事 1949年老蒋败退台湾时 他必然不甘心 一直都在计划着重返大陆 毛主席自然深知这一点 于是 苏玉就在毛主席的叮嘱下 开始着手准备收复台湾的作战方略 当时就直接明确了一点 如果台湾方面依旧执迷不悟 那么我方不介意使用武力进行统一 为了我军战士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演习 就连弹道导弹都屎上了 虽然我军壮之凌云 但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攻克的问题 那就是跨海峡作战难度太大 即使实力已经比较强硬 但是没有人敢保证能打赢这场战争 于是你就见到一个画面 我军数十万名战士纷纷写下遗书 冒着父子的心情准备作战 不过这会儿美国也抽出精力来了 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博弈落下帷幕 苏联面临解体 国际上还真只剩美国一家独大 但我国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所有战事已经视死如亏 这场战争即使美国参与进来 孰强孰弱还真不一定 不过战场上瞬息万变 一切都是伪之术 而且从近代以来 美国与中国交手的过程中 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所以美国对我国还是有着很强的忌惮担心的 再则老美之所以一次次支持台湾 无非就是在试探我国的底线 弄清楚这一点就好说了 美国不敢惹怒中国的原因 也很明白 当时毛主席第一次踏出国门出访苏联时 美国就已经开始慌了 解放台湾 正是毛主席此次出现重要目的之一 毕竟新中国刚刚成立 海军空军力量相对比较薄弱 如果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 解决台湾问题 或许会减少许多困难 而美国慌的原因也很简单 一方面是这两者正处于冷战期间 美国担心我们向苏联一边倒 其余就是蒋介石一败再败 美国已经看出来 他是扶不起的阿斗了 于情于理 他都不会在这一时期向中国交恶 于是1950年1月5日 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 就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 这份声明简单易懂 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宣布 他们将无条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他们不会使用部队干涉现在的局势 更不会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 这份声明直接宣告了美国的忠心 当然美国政客的嘴那都是骗人的鬼 从杰杰的兵力上来看 我国对解放台湾已经下定决心 唯一要解决的只有两大点 一是缺少渡海船 二是忌惮弹外部势力的介入 特别是美国 如果中国不参加抗美援朝 而是一举收复台湾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如果按照运送50万兵力来算的话 连同装备 弹药 粮食 饮用水 燃料 车辆等等物资 大约就有13万吨 每位战士在船上占0.6立方米 则需要承重76万吨 普通的帆船完全不够用 将轮船或者机帆船拿来还算可以 台湾距离大陆最近的距离也在80海里以上 平均距离也达到了100海里 而当时拥有的船只速度 只能达到每小时六七海里 按照这个速度来看的话 抵达台湾海峡至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时间越长 危险就越大 夜间行驶能够仰仗黑夜航行 但白天就会完全暴露在海面上 这时海上的战士们就如同靶子一样 必然会遭到国军的权力拦截 如果没有空军的掩护 那么一切的努力都将白白丢失 登陆不成还会损失惨重 面对这种致命性的问题 我国自然不会拿战士的性命开玩笑 我们缺乏的是空军和海军的力量 解放军大多擅长的是陆战 而想要通过台湾海峡 偏偏是需要空军与海军的掩护 这就是冲突点 毛主席自然很清楚这一点 但碍于当时的工业并不发达 技术设备很落后 人才极端缺乏的情况下 我国决定先缓缓 将近最大力创造自己的海军空军 大概半年的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的海军空军 已经见漏雏形 已经可以胜任一些小规模的作战活动了 按照当时的准备和训练情况 解放军拟定在1951年6、7月份 发起解放台湾战役 本来计划正在缜密的进行 谁曾想变故来了 朝鲜战争爆发了 朝鲜爆发内战 即在毛主席的预料之中 也有点始料不及 为何要这么说呢 北朝鲜与南韩之间迟早一战 毛主席本来设想的是 这一战最好放在解决台湾之后 但不曾想美国不演了 嘴上大意凛然 本质还是霸权主义在琢碎 不仅如此 美国和朝鲜的战争 还一度波及到我国 回想五个月前 他们还口口声声的将不会干涉台湾问题 结果下一秒 就将驻扎在菲律宾的海军舰队 派遣到了我国台湾海峡 整个舰队包含了六艘驱逐舰 两艘巡洋舰 以及一艘运输舰 这样的实力还不容小觑 而且此时 中国面临着两难的决定 其次就是最重要的点 收复台湾并不是当下最重要的决定 以现在的角度看就能清楚 台湾问题固然要解决 但那时这并不是首选 毛主席一眼就看透了整个战局 朝鲜战争因为美国的加入 局势已经岌岌可危 起初毛主席并不想兵戈相见 但他心里也明白 抗美援朝 也许也是贤上的弓箭 不得不发了 如果坚持放任不管 那么我国东三省 或许又要重蹈二战时期的覆辙 出兵或者不出兵 这个决策 已经能够影响到新中国未来的命运 但我们当时要面对的是 拥有一系列现代化精良装备的美军 他们手中还有原子弹这张王牌 而我军的装备整体水平落后 美国一个军就有足足 一千门以上的先进火炮 但是我国东北边防军 东拼西凑 才能凑齐不做两百门火炮 而美国当时工农生产总值 经我国多两千七百亿美元 这样的实力差距下 我国的经济 是否有能力支撑 抗美援朝战争的消耗 都尚为为止 如果中国不参加抗美援朝 而是一举收复台湾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毛主席看得十分清楚 如果不参加抗美援朝 那么美国必然会像日本一样 一点点蚕食我们 而且他们早就布好了局 三把尖刀让我们不得不行动起来 一把插在朝鲜 一把插在越南 最后一把就在台湾 如果让美国的得逞 那么他们就能从三个方面进攻我国 与其陷入被动局面 不如主动出击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毛主席大手一挥 跨骨押入江支援朝鲜 至于朝鲜战争打多久 毛主席一句话便证明了他独特的远见 朝鲜战争不是我军说打多久就打多久的 一切还要看美国现在的 以及未来的领导人要打多久 但是无论美国选择打多久 中国都会选择坚持到底 一直到胜利的那一刻 也正是因为抗美援朝的问题 彻底打乱了我国解放台湾的部署与安排 当时素育将军以及带领第三野战军以及计划解放台湾了 但全国的战略进攻以及防御中心都被迫转移到了我国东北和朝鲜战争上 于是这项计划就被搁浅了 那么如果不打抗美援朝选择收复台湾会发生什么 这个意义上极为重大 两岸统一中国人收复台湾就可以让两岸同胞重聚 这对于国人的凝聚力自信力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就是台湾的战略地位 我国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东南沿海地区等地区不再受到美国的威胁 经济与科技将飞速增长 两岸统一后 我们的战略防线就可以向外推进一千公里 领海安全受到保障 我们就可以分出精力去更精进自己 两岸统一能让我们免受西方国家的围堵欺负 一家人向一处用尽 必然会让那些西方国家常常苦头 也会使我们越来越安全 日子越来越好 未能收复台湾确实是一件历史遗憾 但碍于当下的背景又是无可奈何 好在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打响了新中国关键性的一炮 相信在未来不久 台湾问题会被和平解决 两岸的家人也能早日团聚 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也趁早打消所有的阴谋轨迹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交流 点关注不迷路 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